这是大明铁骑与日本倭寇之间的一场激烈碰撞 4000大明铁骑对阵3万日本清朝大军 李如松和他的敬畏骑兵们 手持三连发火冲 以一当百 杀出了大明帝国的赫赫武功 1593年1月24日 这一天的早晨 阳光透过薄雾照耀在碧体馆的山丘上 明军的大部队越过三八线 渡过临京江 分路追击斩杀逃命的日军 他们的目标是收复王晶 彻底将日本鬼子赶出朝鲜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日军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 异体馆 这个位于汉城以北15公里处的小山丘 见证了400多年前那场精心动魄的战斗 1590年 封城秀吉统一日本后 野心迅速膨胀 企图通过征服朝鲜 进而染指中原 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 在这里他将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 大明 他们在辽东提督李如松的率领下 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李如松何许人也 他是大明辽东总兵李成良长子 自少骁勇善战 这个名字在东北的游牧部落中令人闻风丧胆 他手中握有大明最精锐的军队 辽东铁骑 自平壤大击之后 李如松下令全军火速追击日军 从1592年12月25日跨过鸭禄江 大明军队一路追击 杀得日本鬼子仓皇逃窜 然而随着战线的不断推进 明军的后勤补给开始出现问题 粮食弹药供应不上 战马的草料也无法保证 形势变得岌岌可危 在B梯馆 明军将领扎大受率领的三千骑兵 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 面对数倍余击的敌人 他们没有退缩 而是迅速截阵 冷静不防 战车环绕成攻势 佛朗基炮口指向敌人 当日军的战国明星们冲到进前时 迎接他们的是猛烈的炮火和无情的钢刀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 明军的阵地尖如磐石 日军的冲锋一次次被击退 就在这时 李如松率领的一千进卫骑兵冲开了日军的外围包围圈 杀入战场 与扎大受的部队会合 面对十倍余击的敌人 李如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全军向敌人发起反冲锋 随着战斗的进行 日军的全明星阵容开始显现出疲态 他们的冲锋不再有力 士气开始动摇 而明军尽管人数不多 却如同猛虎下山 势不可挡 在李如松的带领下 他们一次次地冲破日军的防线 给敌人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战斗中 李如松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他不仅勇猛 更有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 在战场上 他敏锐察觉到日军左翼的薄弱环节 立即指挥骑兵集中火力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一举动彻底打乱了日军的部署 为明军赢得了宝贵的突围机会 然而 战斗的残酷远超人们的想象 在避体管北的惠英岭 明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则从四面八方围攻而来 在这种绝境中 明军的意志和勇气被推向了极限 就在这时 明军的援兵赶到了战场 杨元将军带领着一千士兵 如同天将神兵 冲破了日军的包围圈 与李如松的部队汇合 这最后的冲锋 彻底击溃了日军的士气 日本倭寇开始四散逃窜 避体管之战 最终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斗 不仅打灭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 更让大明的军威远波海外 然而 关于避体管之战的具体结果 中日双方史料记载 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日本史料夸大了日军的战果 声称明军的参战人数 到了十万之中 日军斩杀明军过万 这显然是荒谬的 明军虽然胜利 但由于兵力上的劣势 和后勤补给的困难 李如松最终选择了撤退 这场战役虽然未能彻底击溃日军 但却对后续的战争进程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